作词 李宗盛 注定遇见 突然靠近心动的感觉 每个谎言都变得好甜 爱有点狼狈 我却更喜欢 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 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 爱你是我最坚定不易的发言 心一开始蔓延 你是否发觉 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 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 爱你是我最坚定不易的发言 心一开始蔓延 你是否发觉 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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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个女助理成双入队 到那个时候 方圆你想有你的位置吗 爸 这是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事会已经决定会采纳梁山的设计 看来我们让你失望了 你的确让我很失望 我没想到 你居然明目张胆地抄袭梁山的设计 我们公司将保留就此事 追究你们方圆设计公司责任的权利 后雨凉 方志勇 你干什么 方志勇有话要说 你给我好好待着 怎么 想动手啊 来吧 反正你不把我当老师了 你在背后 到底又搞什么鬼 是你 是我把你的设计图给了我爸 也是我去跟韦总说 是你让我去偷我爸的设计 所以现在风德的人坚信是你抄袭了我爸的设计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应该很懂吧 爱一个人 就应该让他幸福 你这不是爱 只是卑微的占有欲罢了 那说明你爱得还不够深 方志勇 他是我第一个 也是我唯一爱上过的男人 我为了他离开梁山 跟着他摸爬滚打 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 徐一人你做过什么呀 你除了一次次的欺骗他 伤害他 你到底还做过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 原来的你真的狠狠 就算我在你面前夸克 是我可以守护的 可是我心里还是害怕的 因为你那么优秀 我如果是个男人 我都会爱上你 可是我现在不怕 就算你为他付出再多 就算你们已经认识了七年 可你还是不了解他 不然你怎么会把他的心血 狗手送给别人呢 徐一人你搞清楚了 志无书院是我争取回来 要我眼睁睁看着他 变成你们的新婚离我做不到 我宁愿看他回来 我也不会成全你 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死死抓着他不放 到底是因为爱他 还是你所谓的不放 不能说给我 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这一切都已经成定局了 你们说吧 对我来说 输赢不重要了 从今天起 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和合作伙伴 绿文 你别陌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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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设计学院 可居然培养出了贺鱼良这样的人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自我进华清以来 他就是我的导师 他很欣赏我 我也很崇拜他 临近毕业 就有很多公司来找我 但我还是决定加入梁山 那段时间他甚至手把手地教我 贺鱼温有时候会开玩笑 说他很嫉妒我 说他父亲对我比对他还好 那个时候 我真的就想一辈子跟着他 因为他不仅是我的老师 更是我人生的一座灯塔 但没想到 就是那样一个人 竟然欺骗了 你是说天一美术馆是吗 那个设计 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不分昼夜才设计出来 当时给他看了之后 他夸我很有天分 说不像是一个年轻人 就能设计出来的作品 我当时真的开心得不行 原本我想着 拿着那个设计去得奖 但没想到 等来的 却是他拿着我的作品 去得了设计大师奖 怪不得你从来没去过 却对那的构造了如指掌 那件事情之后 我就跟他闹翻了 我离开了梁山 沉溺了方圆 贺语文接受不了 他父亲做的事情 跟我一起离开 贺语文因为喜欢你 跟贺语梁闹翻了 这次也是因为喜欢你 总而背叛了你 可是我不明白 他是你的老师 又欣赏你的学识和才华 为什么一定要做 这样的事情呢 一个设计师最害怕的 就是江郎才进的那一天 他年轻的时候的确很厉害 设计了太多 精美绝论的作品 但是当他成为老师之后 就很少有那样的作品 再出现了 因为他一直在教书育人 所以大家都没有在意 仍然把他当作设计界的态度 以贺语梁这样的性格 肯定不甘于被时代抛弃 自己没有灵感了 就想别人的 那这次呢 你怎么想 还就这么算了 喂 出来捡个面吧 我记得以前 你很喜欢喝我泡的茶 尝尝 以前不是喜欢喝您泡的茶 而是喜欢你在泡茶的时候 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 可是你一点都没学会 后来我才发现 你的那些道理并不适合我 人生的路很长 你才走了多久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五年前你拿走天衣美术馆 五年后 顾忌重施 你不觉得羞愧吗 比起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说我将来才进 我宁可选择你刚才送我那两个字 羞愧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劝你一句 知无数远的项目已经成了定局 你无论如何都输了 还不如输得体面一点 如果你 你向丰德承认 是你抄袭了我的设计 我就会想办法 让丰德不再追究方圆的违约责任 而且我会严格保密 绝对不会传出去 你都有贺语文帮你作证了 怎么 非要逼我亲口承认吗 你不承认 丰德在程序上 还会继续调查 虽然结果还是这个结果 但是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 我不想浪费时间 所以 你替我节省时间 我替你挽回声誉 这不管怎么说 你都很划算 你知道的 我从来不说话 更别说让我承认自己抄袭 你不说谎 那是因为谎话的分量不够大 你一句话 既挽回了自己的声誉 又维护了方圆的利益 孰重孰轻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我等着你的答复 什么 他竟然让你承认去抄袭 你让他做梦去吧 我跟你说 你要真承认抄袭了 你就不再是我偶像了 你知道吗 好了 当然不能承认 不承认 那就等着方圆关门吧 这么严重吗 不就是置物书院没了吗 没了置物书院 最多就是我们的努力白费了 但一旦抄袭这种事 在业内传开了 方知有名誉扫地不说 方圆没有办法再离足 倒闭是迟早的事 这贺玉良 是想往死里勾你啊 毅然 你曾经问过 明明用谎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为什么就是不敢 我明白 现在是我不明白了 我讨厌谎言 但这个谎可以拯救公司 我可以命运扫地 但公司这么多人 我可以替他们做决定吗 还有你 顾博 你也是公司的股东 我应该对你负责 对 我是方圆设计的股东 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 绝对不能顺了贺玉良的意 我要跟他死磕到底 我也是方圆设计的一员 我现在就可以表态 我绝对不需要用谎言换来的工作 没抄袭就是没抄袭 我不是方圆的人 但无论你想做什么 我都在 好 那就拼这一次 我不但不会承认 还会告诉所有人 抄袭的就是他 别喝了 再喝下去你就废了你知道吗 我这样跟废了有什么区别 那天说的事情是真的吗 看来你还是不信 不信你一直崇拜的老师 其实就是个小偷 而且还不止一次 五年前 他就偷了方志友天衣美术馆的设计 怎么会 怎么不会 不然我跟方志友为什么要走 而且我跟你说过了 很多事情你不能只看他的表面 你的老师 我的亲生父亲 他就是一个小偷 那你为什么要帮他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报复方志友 但你这样做的话 万一被拆穿了 你以后的前途就毁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不在乎 我只要能毁了方志友 我什么都不在乎 反正我现在 什么都没了 你要是真不在乎 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宇文 你跟你爸不一样 你不是那种可以心安里的做坏事的人 你听我一句劝 去找韦总 把真相告诉他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把真相说出来 你的老师就完了 梁山也完了 你也完了 可你们这样对方志友很不公平 到底怎么了 你不是一直很讨厌他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我吗 我讨厌他是因为 我误会了他背叛老师 我是喜欢你 我也极度方志友 但这是两回事 你知道一个设计 包含的设计是多少心血 你偷他的设计 就好像偷他的孩子一样 你带我走吧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我不想看见这些人 你要是带我走的话 我嫁给你 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证明贺玉良是抄袭的吗 按说 他用一晚上的时间 画出设计图已经不错了 所以他应该绝对没有时间 去做建筑模型 对吧 标书里有没说非要做模型 不做也正常 他把船翻造型给去掉了 不是 偶像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去掉了 喂 小白 我需要建筑的材料 送到方圆 越快越好 你们要干嘛呀 不是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呀 我要说 Brea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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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还是再等一等 方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植物书院这么重要 韦总 你应该更谨慎一点 如果梁山的设计 涉嫌抄袭的话 那将会是植物书院 最大的目标 方志愿 念及你是我的学生 有些事我不愿跟你计较 你还到达一旁 你为了植物书院的项目 偷了我的设计 你还敢来找我 谎话可以乱说 但真相只有一个 我今天来 就是要告诉大家 谁才是那个说谎的人 方总 据我了解 您曾经是贺教授 最得意的门生 可是五年前突然离开梁山 对外也不肯再叫贺教授 一声老痴 请问你和贺教授之间 究竟有什么矛盾 这和今天的事情 没有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 其实业内人都知道 贺教授无论走到哪里 对你都是称赞有加 反倒是方总 一提到贺教授就黑脸 这不应该是对待 带你入行的老师的态度吧 你真想好了 你后悔了 你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 你无非就是想说 我们方总 因为和贺教授的私人恩怨 抄袭了设计 还跑到这儿来捣乱 对吧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至于别人怎么想 那是他们的自由 事实 人们总以为自己说的是事实 但其实说的 都是别人想听到的事实而已 可是我认识一个人 他从不关心别人想听什么 不想听什么 他关心的 只有事情的真相 所以韦总 您是想听别人口中的事实 还是想亲自挖掘事情的真相 好 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但机会只有一次 一次就够了 大家请看 这个 是方圆公司的设计图 这个 是根据方圆设计图 制作出来的模型 那个 是梁山设计的 交给丰德建筑的设计图 很像对方 我想就算不是专业人士 也可以看出来 这一定是其中一个 超了另一个 那请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之间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没错 就是这两个传帆造型 韦总 我想您一看 就会觉得这两个传帆造型 很多余是吧 那就让方总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加这两个 多余的传帆造型 卫总 知乌书院这块地 你比我更了解了 其中有一块是沙地 土质疏松 不适合搭建 但就是这一块地 它的自然风景 得天独厚 我反复斟酌之后 还是决定把主体建筑 搭建在那里 而这个传帆 就是用来解决 搭建的安全性问题 贺瑜良先生 不清楚这个传帆造型的 真正意义 卫总 你也觉得这两个传帆造型 很多余 所以拿掉了是吧 贺教授 我想根据您的设计图 盖出来的支无书院 怕是没几年 就要倒了吧 这能证明什么 只能证明我的设计有瑕疵 你根本就证明不了我抄袭 我能证明 文文 你当着大家的面 给我证明一下 到底谁偷了我的设计 爸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我是贺瑜良的女儿 贺玉温 也是方圆设计公司的行政组组 在这次支无书院的 招标过程中 我利用方之友对我的信任 偷走了他的设计图 拿给贺玉温 之后还在韦总面前说 说方只有抄袭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文文 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那么想着他 我是你爸 就因为你是我爸 我不能看着你一错再错 还有 五年前 贺玉良凭借天衣美术馆的设计 获得了设计大师奖 贺玉温 那个设计 那个设计就是 那个设计就是他抄袭方之友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和方之友 要毅然决然地离开梁山的原因 五年前就是抄袭方 原来是这样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我一会儿就给你们证据 贺教授 你女儿说的是真的吗 贺教授 您说话 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抄袭呢 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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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贺教授 你怎么啊 老师 这名老师 还好吗 贺教授 可以别问了吗 不好意思 可以别问了吗 贺教授 喂 您好 120吗 对 有人晕倒了 还是要走啊 你还敢留我呀 许一人是怎么忍受得了你的 看来我还是不能跟他比啊 我像之前跟你说的话 道歉 但我不会为之前我做过的事情道歉 因为那是你欠我的 不过现在都两清了 那看来 不用跟你说谢谢了 那你爸他 中风 估计会在病床上 躺很长一段时间了 都是他自作自受 只是可怜了我妈 那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我妈想让我接手梁山 虽然是个烂摊子 但这毕竟是我爸 这一辈子的心血 这一辈子的心血 但是我还没想好 而且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你要走 去哪儿 我答应了启明 要去找他 我不想对他誓言 其实你和陈锦铭 我还是不太喜欢他 但也许不会妨碍我们 成为最佳的旅行拍档 我们打算好了 先去看看墨高窟 再去看看巴黎圣母院 或者去看看极光 我说 反正地方那么多 慢慢选 其实他挺不错的 你打住 怎么比我妈还烦 不过谁知道呢 说不定 走着走着 我就喜欢他了 也有可能走着走着 他就不喜欢我了呢 总之 我不想勉强 他也是 约婉 一路顺风 他也不想勉强 再见 再见 快吸 吸 用力用力 徐一人你可以的 一二三 吸气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一二三 吸 一二 吸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一二 吸 太不容易了 终于穿上了 我好像是明白了 我长大以后要是结婚的话 必须得先减肥 嫌我胖是吧 徐一人 你说你结个婚 回头再把我给累坏了 我们家顾博肯定跟你没完 我现在突然有点晕 喘不上气 忍着 对 忍着 谁让你自己非要挑这件婚纱的呀 本来就没有你的马 现在只能挑小一马了 忍忍吧 很快就过去了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美美的 这是我们去挑婚纱的时候 方舍有最喜欢的一套 你结婚还是他结婚呀 你的婚纱 他要挑你自己喜欢的 不是 依人姐姐结婚不就是我哥结婚吗 就是啊 就你聪明 他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 所以才说 婚了头的人才结婚 你看看你依人姐姐 现在简直就是个血腹狂魔 我看也是 嗯 极度啊 你会不会变成 你那边 要是我 要是你 没这个 我喜欢的 你会不会变成 你 我会变成 你 我 这个 我 我接着 哥 你怎么来了 我们结婚 不需要委屈自己 去取悦别人 那这个会啥事 特意为你设计的 喜欢吗 喜欢 那你怎么现在才拿出来 你们是 惊喜呀 要是早告诉你的话 那可就没有热闹开 对 我过一下 想看热闹是不是 对啊 待会儿还有更热闹的 想看吗 徐玉仁 我有种预感 就凭你的至少 婚后要自求多福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 好嘞 你刚刚可说错了 从今天起 你的每一天 都是最快乐的日子 还有 还有 你今天特别美 我们的故事 有点光弹 最初的相遇 并不美满 落魄的情节 你刚好出现 或许是命中注定遇见 突然靠近 心动的感觉 每颗谎言 都变得好甜 爱要点狼狈 我却更喜欢 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 队长 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 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发言 心一开始蔓延 你是否发觉 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 如果喜欢已经成为了种习惯 陪伴是我最深情不变的誓言 生命多了曙光 温暖了流年 爱的期限一定会永远 永远 突然靠近 心动的感觉 每个谎言 每个谎言都变得好甜 爱有点狼狈 我却更喜欢 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 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 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发言 心一开始蔓延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最讨厌谎言 但直到我遇到一个人开始 他让我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谎言 都是错的 我想 婚姻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谎言 他说啥了 什么情况 许一人是不是又惹方忠友生气了 他不会毁婚吧 他敢他 这个谎言告诉我们 婚姻是幸福的 永恒的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有时候 我们也会争吵 会有分歧 会有不理解对方的时刻 但真是这个对方 是许一人 才让我相信所有的谎言 都可以变成真的 原来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但也幻想着 可以遇到一个完美的结婚对象 可是我等来的人 并不完美 他既不懂人情事故 又傲娇又直白 所以我猜你一定是作弊了 要不然怎么在我心中 一直都是满分呢 真的是好恶心 我一生所学 所经历的 所遇到的一切 都是为了遇到你 所做的准备 徐毅远 从今天开始 我会一直守护你 爱你 陪伴你 谢谢你愿意做我的棋子 我也很高兴 因为那个人是你 好的 各位来宾朋友们 准备好你们手中的气球 稍后 我们在新郎亲吻新娘的时候 也请你们放飞手中的气球 各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木马高柔大厦 另一面的我 有谁看见了 管背后有脆弱 有谁心事只能在心里 无声汹涌 镜子里的自己 那个的笑容 城外那颗 最耀眼的太阳 谁会关心天黑的去哪 等着月亮 把夜全部擦亮 整个喧嚣世界该停下了 梦总欢呼 如长喜都落下 回到房间总自问自答 困难总不声不响 却像张望龙朝下 身边越是安静 心越是喧哗 旋转不满高楼 大厦翻唱着生活 有谁看见了 管背后有脆弱 有些心事只能在心里 无声汹涌 无声汹涌 镜子里的自己 有些心事只能在心里 有些心事只能在心里 从没光灯回到角落 反差着生活 好多疑问 都竟然是光灯在房间 却像漂浮宇宙的黑洞 世面是清醒的 自现实的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